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们是第三组,组员有廖一祥,林小瑜,张家伟 今天要报告的是细子国民运动中心的行销企划 我们的目录分为六点,分别为背景介绍,环境分析,目标市场,行销目标,行销策略,以及执行,控制,评估 首先是背景介绍 细子国民运动中心是由职业团体中国青年救国团所经营 而其价值主张为提供民众及消费者有个舒适的运动环境 此场馆最大的特色为位于八楼的棒磊球打敌场,以及改建后的亲子体制能报使馆 接着是环境分析 我们找出了其1.5公里内的产业竞争者,并且开始分析相关资料 借着口耳相传及问卷调查者之竞争者的资讯 再来是将资料与市面上的资料做整合,交叉比对 进而将竞争者们排序 能从各种方向或层面作为排序的依据 最后则是制定策略制衡竞争者 我们将竞争者分为连锁经营以及独立工作室 首先是连锁经营 健身工厂,True Yoga, Curves跟气质国民运动中心的不同之处为 前三者有着课程种类多元,场地宽敞,器材多样的优点 例如,True Yoga系纸馆有热瑜伽,爵士舞,皮拉提斯等不同种类的课程 并且拥有1400平的空间 而健身工厂,气质厂,全管楼地板面积则有900平 器材与设备的部分则有分为深蹲架区,自由重量区,有氧器材区,数量更是惊人 而独立工作室则有浩客Fitness,Funky Fitness 他们在师资专业度以及教学空间配置,课程品质的部分 也比运动中心规划的完善 例如,Funky Fitness是以销售课程不开放单次入场的方式经营 工作室内的教学区会比运动中心还来的宽敞且舒适 整体而言,在课程方面可以看见其他竞争者有许多不同的运动课程 比运动中心更有卖点 而收费制度里则是有月费制不限制入场的次数及时间 若是属于规律运动经常到健身房运动的消费者 月费制对于他们来说更相对划算 以教练薪资来看,竞争者间的差距都不是太大 也与运动中心的教练薪资相近 但考虑企业规模以及公司内的升迁制度 私人企业的总资本额通常比较大 对于薪资的调整空间也会相对来的较多 对于消费者行为模式 由抽样调查后的问卷来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曾经使用过系纸国民运动中心的哪些场馆 以数据来说,身为此场馆最大特色的棒楼球打滴场 在消费者使用经验里排名后段班 所以对此我们会提出行销目标来改善 第二个问题为,会以何种方式到达系纸国民运动中心 以此数据来看,近六成的消费者是以开车跟骑车到达的 若是有更多的停车场 即使地处交通拥塞之处 也能成为吸引民众驱车前来的诱因之一 接下来我们会以SWAT分析找出其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 系纸国民运动中心的优势为 价格平易近人、位置系纸区、人口稠密地段、消费客群多 交通条件多元、馆内整体环境宽敞 以及拥有最大的特色,棒楼球打击场 夜市则为临近工业区交通易堵塞 没有捷运会有另外转成的成本 课程较少样化 没有拼用之名度高的师资来授课 薪资固定并不产性 而对于运动中心的改善与方案 会在机会的环节呈现 首先是让小有名气的体育选手到运动中心进行有薪资的实习 由已结盟的大专院校引进各种运动项目 增加课程的多样化 改善获利不如以往的棒楼球打击场 邀请网红或知名YouTuber在馆内运动拍合作影片 最后威胁的部分为竞争者有推出新的课程师 消费者因而转往其他竞争者的场所运动 广告或曝光度比不上其他竞争者 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筹码跟名师谈价格 最后是使用率较低的场馆还是需要花成本去做场地维护 有些会员的使用习惯会使他人受到影响 再来是目标市场 我们使用STP分析 先进行市场区隔 根据运动人口的需求差异来区分成好几个区块 消费者对于选择运动的场所 通常考虑的层面不外乎价格、交通距离、场馆大小、器材多寡 以及课程及师资 再来选择目标市场 评估手上机油的资源 选择对资深最有利的市场进入 使场馆所具备的条件变为 价格便宜、处于细子区人口稠密地段 拥有宽广的雨球场及综合球场 翻修过后的游泳馆等 所需要瞄准的目标市场 正是会对以上产生诱因所吸引的消费者 最后我们进行市场定位 自家产品或服务能在消费者心中产生强烈的主观特色 进而会与其他企业产生差异化 在使用过场馆的各个设施后 消费者的心中会对他们有评价 无论是好或坏 在货比参加的情况下 消费者能够就某一场馆或设施使用过后 给予一些个人的主观建议 并且评断出哪些属于能接受 哪些会成为拒绝王来户 在行销目标的方面 根据SMART原则所订定的行销目标为 一、在未来一年内增加3000人次的使用 二、未来一年内增加90万元的收入 三、提高棒雷球打击场使用人次的排行榜 品次于提示能中心以及游泳池 而行销策略为 棒雷球打击场可以效仿中华职棒在赛事期间的主题日 选择每个月的某一个周末 在该周末规划订定主题的活动 并且来棒球球星或知名艺人担任活动代言人 吸引更多消费者前来消费 最后执行控制评估的环节 在执行的部分 必须先把所有过程中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项目或要点 以条列式的方式呈现 将前后有关系的事连接起来 评估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或工作间有重叠的部分 最后建立一个形式力或时间表 并将刚刚所列出的工作所需的时间、地点、人力 以及前后相关的因果考虑在内 控制的部分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1. 会影响行销企划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什么 2. 谁应该负责收集这些资料 3. 在执行的过程中应该在什么时间点收集资料 4. 谁应该来负责做分析 5. 谁要负责最后进行报告的撰写 最后评估的部分 这份行销企划能否被视为成功的企划书 最后的评估环节就能获得答案 评估总成本及总收入的差额 在符合行销目标的前提下 利润能否超越去年的数据 最后是我们的参考资料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